哪些消炎药可以给狗吃? 哪些消炎药可以给狗吃? 先要塑清一个概念 消炎药 大部分的人可能觉得消炎药都是什么 头包、先锋酶素类 或者是轻酶素类类 或者是这样的抗生素 但是我们也要去明白的是 消炎药和抗生素是两个概念 消炎药是消除炎症的 炎症不一定是要通过细菌感染的 所以很多的解热症痛药 都是消炎药 而抗生素它就是抗生素 是用来杀灭细菌的一类药物 首先我们要摆明这个情况 那么大部分人说的是 我们家里面什么时候会用到消炎药 应该用哪些消炎药 我们不建议去使用消炎药 因为任何一个解热症痛药 都有可能造成肝脏负担 和很严重的一个肠道负担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问医生会比较好 因为医生会评估他的一个优缺点 评估他的一个就是我们讲利弊点 再去选择用药 和把握好剂量之后 才不容易造成更多的一个 胃肠道或者是肝脏的负担 小贴士 消炎药是消除炎症的 抗生素是用来杀灭细菌的一类药物 不建议去使用消炎药 任何一个消炎药都有可能造成肝脏 和肠道的负担 请医生评估药物的优缺点跟剂量 避免肠道跟肝脏的负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